健康所向 爱亭酒盐酸达伯西厅制早泻的原理是什么? 张国喜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泌尿外科 副主任医师 早泻呢 它虽然表现为敏感性高 表现为时间短 其实呢 它的根本原因在于中枢神经 对射精的控制力下降 所谓控制力呢 它就是指在夫妻生活当中 希望把射精控制在某一个点 才射精 但是呢 控制力下降的难性往往 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就完成射精了 就是比预期提前 那么一旦提前呢 那么就信任就不满意 双方就会受到影响 这个控制力受什么影响呢 控制力其实呢 通俗的讲就是反射过度 神经反射过快 那么它其实呢 它是受到五腔酸神经的控制的 从现在医学的研究来看呢 这个控制力下降 它是因为五腔酸神经的异常 中枢神经呢 五腔酸的浓度下降引起的 那么在 如果说我们通过治疗 能够把中枢神经的五腔酸的浓度提高了 那么这个控制力就会增强 那么有没有这种药物呢 后来经过研究发现 五腔酸再射取一支剂 有这个功能 这些药物呢 以前是抗焦虑的抗抑郁的 但是其中呢 衰险出一种药物 叫WCT 它能够在 口服以后啊 快速的提高 中枢神经 五腔酸的浓度 然后呢 射精的控制力就会增强 所以呢 一旦有早期的问题 你可以口服 比如说 爱停酒 盐酸达伯西听 你在通风前一到三个小时服用 它就可以 把你的中枢神经的五腔酸浓度提起来 提起来以后呢 射精的控制力增强了 射精的时间就延长了 信息的满意度就提高了 这就是它的原理 好看